回來 早上十點 大家早上 我經常都說在人生裡面 天天學習 我有一次真心欣賞一個女藝人 因為我們坐下來吃飯 我們整班都在聊天 他說 你知不知道 師傅這樣這樣這樣 我說真的 已經什麼了 興了很久了 一定要這樣 我經常覺得有些人是不停給自己進步的 有些人 你不知道為什麼 總是覺得他 努力一下吧 經常擔懶個身體 那一次 我就因為看到他們的內容 我就是欣賞 不是 我開他命就行了 因為我真的欣賞他 十八年前 他曾經在一個飯局裡面 他就說 喂 現在你們放一些照片 上去你們的平台 選一些漂亮一點 日後 全中國也好 全世界都拿你們的照片 然後有一個女藝人 我不說那個蠢那個了 神經病 他沒得到我同意他怎麼拿我的照片 我喜歡擺什麼就擺什麼 他說 不是啊 你要擺一些漂亮的 你整天那些照片 這樣不行的 你的時代轉了 還有 你是有心機就做好自己的臉書 你知不知道 我說 見你十天都沒有擺東西 你就關掉它 你知道Facebook怎麼運行的嗎 十天不擺東西就叫人關掉它 但如果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他已經擺 十幾年前 剛開的時候 十八年 十八年 如果你要玩Facebook 你就要不停的更新 接著什麼叫hashtag 那時候他講了一大堆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的 我只是聽到幾個論點而已 你要盡量放一些照片漂亮一點 寫多一些文字 接著hashtag 每天 那時候都沒有hashtag 十八年 不是啦 接著有hashtag 我很記得他 hashtag有了很久了 那個井是有了很久了 好了 我還記得他說什麼呢 他說你還有啊 你每天 如果你要做得好過Facebook 你最少要放四個的po 那你就運行了 哇 我說每天要放四個po 那你就不要開了 是不是先了 你們開 你們又懶懶散散的 不行嘛 做藝人 你要自己去增值自己嘛 當日我 我都挺欣賞他說的 十八年前跟你講這一番說話那時候 當時多少歲啊 我想當時是三十 但是呢 真的好像呢 就算不要說Facebook啦 譬如我有時見我女兒呢 譬如那些好像Snapchat那類的東西 她無緣無故會自己拍一拍照 傳出來我說你做什麼 那我猜就類似是我們Facebook要更新一些東西 那她就說不知道多少個小時要up些東西 要不然呢 又沒有了那個account 還是怎麼樣 喝個太陽 喝杯咖啡也好嘛 她說 不是 我當時見到這個女藝人 我就向她請教 我覺得她十八年前這麼厲害 我說為什麼要來不來 要放一些東西呢 那你都要激活她的啊 開始慢慢我就看到有激活這個字了 就是你要將那樣東西work 就是你要那個Facebook動作 你都要放讓她動的嘛 他說Facebook你不動 越沉就越底 越底你就越沒有粉絲 一路你就會沉的啦 一路就落的啦 他說別人是一個好像競爭表那樣的 我覺得藝人是要的 就是如果你是想著你走出來做事 比如想著還有競爭力的 你是要的 嗯 就是比如有些人玩Facebook 是想著真的認識個朋友啊 不需要更新一些東西啊 不是 你如果要出來 想著用這些叫社交媒體 是的 是的 要的 去競爭的話 那就是等於什麼呢 我都有跟Mandy 我說你如果要做那個YouTube 你就真的要定期就要擺片的啦 你不要那麼久才擺一次啊 是不是啊 還有你好的時候 你越好就越擺得密 那你越密你就越高 越動嘛 它好像說那些東西就會 越多人看就會自動彈出來給人看嘛 一路走上去 其實現在Facebook都是的 譬如你有看很多呢 或者是sponsor的 它自己寫著 其實呢 它是你沒有進過去 它都幫它 或者它給了錢賣廣告 它自己彈出來呢 就等 如果你經常都不動的 你經常都是播放這些東西的人 你都不會拿你的那條片來彈 我那天就跟一個的傳媒 因為我要做專訪 我跟它聊天 我說怎樣啊 現在找不到吃了 以前我們賺四萬多元一個月 現在八千元都賺不了了 我說為什麼你不轉做 幫人做Facebook啊 IG啊 我說我現在看到很多人幫人做這些的 會的 其實會給錢的人做的 有很多 會的 看微博那些賺多少錢 幫哪些藝人做 我說你不要因為你的年紀 他說我們這些不對 我說怎麼會呢 我說現在在行頭做得最厲害的 Facebook啊 IG啊 幫人擺片的那個 69歲了 你到69歲了嗎 不要跟我說這些東西了 我說你懶就懶了 還有我看到有些就是一個資深的 然後搭兩個很年輕的 那條計劃就是資深的那個出的 是 做事就是年輕的 年輕的就是發的 那豈不是發的 年輕的那些你叫他發的影片 一聲已經上去了 我們還要慢慢摸一下摸一下 跟著想些什麼hashtag下去呢 其實年輕的真的很快 還有因為年輕的那些剪片啊 加一些很有趣的動畫公仔啊 怎樣剪得可愛加音樂啊 他們很快嘛 但是那條計劃的就是有經驗的那一瓶 那接著我說 這個東西現在你做傳媒 開始直揚 你就暈一些了 永遠有出路的 我現在才學太遲了 而且都是吃回你老闆行而已 我說有多遲呢 他做慣的東西 我說有多遲呢 我說遲得那個現在 60多那個 60多那個 人家現在那個真的做得不錯了 我說人家就與時並進 你就一路停留 又或者他那些叫做藉口 都是藉口 哎呀我不行的 我沒有做過 可能有很多人年紀大了 都會有些藉口給自己 抗拒新事物 是的 那這件事你不可以說你自己 現在賺的錢少 沒有投訴 沒有投訴 是的 即是你不做這件事 你不與時並進的話 你沒有見到人你就生這件事 是的 其實你是有本事賺得多過以前的 是絕對 因為我剛才說了 18年 我們整班人在那裡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女孩子 我又猜不到 她是誰呢 張可怡 哦 做什麼 她不是就是教我們 什麼什麼 一天要四個Facebook 然後 是她 是她 但是其實她自己現在都沒有什麼更新的 那我是微博啊 不是 即是她那時18年前 當時就Facebook 她就是一直這樣說 說你們不要啊 那些人會拿我們的照片 我們在那裡爭辯 人家沒有得到同意拿不到 她怎麼會呢 喂 人家去copy and paste都可以啦 你們認不認識的 即是我是佩服她的 不會 因為當日你不認識的資料 而她認識 而她又真是 現在教了18年了 是的 那她是對的 是的 那另外那兩個就蠢了 做金融的果然是不同的 我多懂計算啊 不是 我真心讚張可怡當天 我經常在那裡說 要不要和你拿版權 是不是一cop了 你找到源頭來都放血了 你令我想起 18年前 他們剛剛之前post 她寫著的 有哪幾個不聰明 你想回去合照那幾個女人 哦 剛才 聽一聽 有了浮 有說不聰明嗎 有 她說不聰明 那兩個就不聰明 好 這樣吧 我想都是第一步 不是不是不是 另外一個應該不聰明 不是 可怡就是想令到他們兩個繼續 就是你要和那個時代去 一路向前走 接軌 就是我們四個都會 來不來會茶聚啊 會聊天 這四個厲害的東西都不一樣 但是朋友有時候 互相去鼓勵 互相向前走 所以大家不是只要出來喝茶吃飲料的嘛 大家可以努力怎麼向前走 大家去學習一下怎麼做事 對 所以這件事我是欣賞她的 真心欣賞她 因為回頭一看 想不到張可二也有點聰明 因為我們這件事 她的樣子都很精靈 精靈的 現在你知不知道地球裏面 再興起一件事 叫兩分鐘電視劇 一分鐘那些片子已經出錯了 是不是快講那些劇 兩分鐘電視劇 兩分鐘講完給你聽 十集戲 不是啊 它剪開兩分鐘兩分鐘 有啊 現在是兩分鐘兩分鐘 我有追的 在Facebook那些 現在是全世界在流行的 就是每集兩分鐘的短劇 這個在短短一年裡面 神經病的 現在是橫店在開這些 是兩分鐘電視劇 很賺錢 很賺錢 是啊是啊 她說24小時裡面 她說每集兩分鐘的短劇 一放上平台 她就這樣下載兩分鐘 很多人看 為什麼我會看呢 快嘛 是不是 其實好像我們看一個 泰國廣告 我們三個都很喜歡的 其實那個廣告幾分鐘 都已經講了個故事出來的了 所以兩分鐘就考你功力了 它這個叫做兩分鐘的電視劇 是兩分鐘的 就是一集兩分鐘 它說僅僅 八天就已經破一億了 它說現在的人已經沒有心機 看得太長的東西 神經病 這些束食文化 它說反正現在已經遍地開花 在開兩分鐘劇組 十幾年前 接近十年前 當時的環店 是將一部四五十集的電視劇 最好把它拖到九十集 一百二十集 因為逐集賣錢 時間一過都沒有到十年 現在只流行兩分鐘的劇 你想想 遲走得多快 是上半年更新481部 是啊 這個熱潮 它會很直捲 就是入後所有的劇都是兩分鐘 是 你就自己想 縮短它 快靚靚 我也覺得 因為有時候我想去看 因為它很快就已經說了它的要點出來 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還有 愛死機閒那些 你喜不喜歡的 二、三十分鐘 就一個story那些 你看一下故事說什麼 我要看 因為為什麼快 我首先按進去呢 它快已經是一集了 那我快進去 而故事是好看的 我會繼續按下去看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 你問我 因為我去年的通靈招行第一季 很多人說 哇 你一晚要不要這麼快啊 因為現在不流行慢 你不要拖 是啊 不要拖 一拖我就看另一件事了 因為這個呢 如果是慢的話呢 會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 就是你一立落 那些人就 哇 你講多久都要講到這裡啊 我不是說是死拖爛拖 因為50集你要拖到90集那些呢 就是人走出來了 拍一拍長走廊 接著再拍一下一棵樹 哇 那塊樹葉飄下來了 它怎麼變夠膽死這樣啊 無線有時候 以前那些戲呢 哇 還在那裡燈 明天這個星期大結局 你還在那裡燈 根本沒有東西看 你根本那個星期 其實上個星期已經可以大結局了 不是啊 我簡直這次再厲害一些 一來第一集 去到一 你說西人 不是啊 15分鐘已經殺了10個了 走 是 不要浪費時間 又不是很熱 對 我想出街的時候 那些人 哇 哇 快到這樣 我手氣都落 因為以前還燈一下 兩集才燈 我喜歡這樣 然後我回來給一些福賽 那些 之前我提過上一輯的 中年好聲音 在那裡燈 悶 對 對 因為現在在這個世代 這種是叫做國際式剪接 你只要明白 明白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剛才那裡輸了 哦 走了 下一個了 是啊 就可以了 現在不用那些 我小時候很怕看這些電視的 我不是笑話 我小時候看這些電視大的 陳老師啊 我今天遇到小明 小明說她不舒服 轉台 教育電視 轉台 你信不信如果現在還有這些速度拍 轉了台了 你一時報告慢點 你記不記得Mandy的口頭閃 快點啦 快點啦 是啊 因為時代不一樣 是啊 不會再給機會 我經常跟別人說 這個是重點 很難回頭 我經常跟別人說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在加拿大住 我很害怕那個台 是啊 我記得你說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日 星期四 大家早上好嗎 我學一次 我那天 因為我剛剛在加拿大 不知道 那個節奏是這樣 不是 不知道 他們本身說話 他們本身 我們香港打電視機 看電視 我不知道原來是要買電視 我不知道 一開著 華僑之星 我看看什麼 那時候早上8點多 你們好啊 早晨 今天開不開心啊 馬上上床 睡 睡 睡 在我們三藩市裏面 後面街 奧特里 裏面 其實我都放起高興 我現在都放起高興 我聽完 我給什麼人看 還想你翻睡 沒有一種精神爽樂的感覺 還要是早上 早上8點多 不行 我們有加拿大那些村民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現在還是這樣 不是 因為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我有看電視的 他們說話沒那麼慢 不是 不是 聽著 我沒有那麼早起床 不是 你那些是給錢買的台 還是他公家給你的台 我開看新聞 不是 你要記著 我就後期問我那些加拿大的鄰居 他說 蛤? 他說不給錢那些 是基本上在加拿大美國 是給老人家看的 是講個問的 她說你不如買吧 買 買 什麼台都可以買的 那等於現在買 是不是越貴越快 不是 越貴真的越快 Judiana 一定可以解答我們的問題 好啊 等於Judiana 我想知道 我想 我當時很不習慣 我說買吧 我怎麼都買 我聽不懂 但是你想想 我們 不是說年輕女 我們有時候看Youtube 你會快看的 看什麼節目 我就算是講娛樂圈新聞 或者是一些 例如01類似的那些 我全部都是較快的 我有時候看某幾個Youtuber 去講什麼三星堆 金字塔 講沙漠裡面的秘密那些 我都是用回原聲聽的 因為我太快覺得不適合那個feel 那我不是 我要知道的資訊 所以我是快看的 所以 現在你在裡面 YouTube的世界裡面 為什麼我都在用真人發聲 你留意一下 有些YouTube 其實他們是用AI 讀新聞 讀新聞 那些很辛苦 我有沒有告訴你 我不是聽 他讀別人的劉聯同 是大樓 大樓 是啊 大樓 今天招待會 這樣 是因為他們是AI的聲音 所以你問我 我經常都跟一些人說 如果你做這些節目 請你用點力 用點力才可以令人聽得很開心 吸一些觀眾 吸一些觀眾 你所有講的東西是力量來的 就是力量你越講得 因為有些人講的東西 你聽到兩下 很難睡 我簡直是 我不管你有多精彩 我已經走了 是 你一講鬼故就對了 不同的聲音 有不同的節奏 但是你要記住 如果你一開始想聽節目 你想不想聽那些 顏聯舞那些 不想的 會睡覺 可以靚聲 但是不可以用它 平時深夜節目的節奏 那個節奏 不可以 不如這樣 聲音為什麼我永遠都是快和高音的呢 日頭 活力的聲音就是這些聲音來的 你留意一下 為什麼鄭紫誠從來都做不到日頭節目 做不到 他的聲音是不是因為你是沉一點 口一點 他很黃昏的聲音 已經很享受世界的聲音 如果深夜兩三點 我聽到深夜的聲音 我就醒了 因為他聲音很響 他的聲音 還有我想聽下去 你試一下 遠慶單晚上做節目 不是 我們當日在電台裏面 你不要以為 這個世界永遠有奇蹟 當日我都說 他這樣行不行 誰知道他殺了一條很大的血路出來 什麼 沒有東西是不行的 就是 你要改 不是 你給新鮮感人 當日 人們說 晚上11點 這麼吵 都不行 嘩嘩嘩 打到來了 就是想聽到不睡覺 不睡 其實就是不睡 11點 以前的電台 就是11點就開始 好像要有白韻琴出來說話 眼亂舞 怎麼樣 你離開他 你離婚了 你離婚了 那些 這些 他再這樣的話 就不行了 這個男人不教你 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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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下午11點 那些節目 不是晚上11點 但是我是期待地晚上聽 早點 早點 所以他就是創造了一個驚喜 誰說晚上11點 不可以做這些很開心 笑到肚痛 除了不君元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誰可以做到那些 笑到肚痛 所以不是 其實君如是這樣說 君如不是第一個 我曾經在電台爭過的 你歷詞也是自己的 都不是第一個 是嗎 都不是第一個 其實第一個在晚上笑得這麼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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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在這裡玩那個 應該是危陣和谷祖林 哦 有看有看 這個我很公共的 但是那個說兩性的 是不是 但是那個我沒有怎麼看的 因為我 我都沒有 我不聽電台什麼的 我只是特地聽哇哇哇 我都是 心美 現在聽 還有老人院 哦 是的 是的 但是我都知道有他們的節目 你想想一下 紅到他們 他們很厲害 那個時間 很厲害 而且經常上娛樂版 他們講的話題 是 但是我沒有聽過真正一集 你們就算沒有 我都會給一個credit 因為他不是第一個打這條線的人 就是 但是 但是不均於很成功 真的很成功 但是小谷和危鎮那個 都是哀哩巴哀的嗎 是啊 笑 我都知道 我整個晚上都在講一些 顏色的東西 哈 你知道谷祖林 什麼都可以講 大膽話題的 你意思是晚上 早就知道 不是那些 好用一些 睡覺聲的 來做 是 就是他們第一批 是 跟著不均於 嘩嘩嘩 所以這個世界 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 你不肯嘗試 我經常說不肯走那些 遲些去日頭白白講鬼故 都很多人聽的 我有想過的 但其實是的 因為全球不同的聽眾 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又或者你吸了 早上睡覺的 說晚上聽害怕的 你吸了那個 是啊 晚上那些已經有那些客人 我用那些新客人 是啊 做人 做人 永遠去嘗試新的 不要固步自封 真的 永遠 有些人永遠被人淘汰 不是那個時代淘汰你 是你自己淘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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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稍後回來我們又遇到審死官了 好嗎 好 好